案呢不只讓民怨沸騰 也讓很多知名的律師 紛紛加入而且義務的力挺 像是前總統陳水扁的御用律師 顧立雄 還有洪仲秋的大學學長 劉繼偉以及前任檢察官 余知慶等人 大家呢都是有志一同 就是說一定要找出真相 接護士陳一勳穿著黑衣 牛仔褲到洪仲秋的臨堂上槍 當時他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也沒在第一時間被收押 以為可以全身而退 如今卻涉嫌淋虐部署 面臨無期徒刑 其他的涉案軍官也難逃罰網 案子會大逆轉 多虧洪家的超級律師團 他是前總統陳水扁的御用律師 顧立雄 專長刑事訴訟 這次義不容辭力挺洪家人 就連洪仲秋的陳大學長 律師劉契衛也伸出援手 大約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應該本來有存在一個 他應該要錄下來的檔案 但是我們在檢方給月的這個檔案清單裡面 並沒有看到這樣一個檔案 他不只是律師 還是電機電子的專業人才 剛好可以負責監視器消失的問題 而洪家超強的律師團 還有破火猛烈的邱顯智 將軍犯法應該與庶民同罪 洪家的律師大軍 除了這三位之外 還有余知慶 他曾經當過檢察官 抓過古董章 這一次也來幫忙 而吳俊達 黃帝穎 李宣義 就連女律師 王怡經 吳軍庭 也都來力庭 算一算已經有十位律師 人數還在增加 每位律師都要用各自的專長 替紅仲秋討回公道